立法委員蘇巧惠舉辦第一屆 發光杯三對三籃球賽 邀請英哥區里長加和有線電視 前來共襄盛舉 蘇巧惠表示今年初國防部 想將永昌公園土地收回 經過爭取才將永昌籃球場留下 藉由這次籃球賽 不僅向鄉親展現成果 也向民眾推薦台灣製造的發光籃球 越用力拍 籃球在夜晚就越發光 經過這一整年的努力 巧惠終於和國防部協調出來 可以把這個籃球場留下來 為我們英哥的鄉親甚至桃園 大家都能夠有好的球場 好的休息空地 我們特別找到MIT 完全MIT的發光籃球 就是拍下去你拍越用力 它就越亮的這樣一個產品 我想把兩個東西結合起來 除了說保留場地之外 也代表我們台灣生產這麼多的好東西 我希望有更多的舞台 讓我們MIT的好產品被看到 這次籃球賽 共有38組球隊組隊報名參加 不僅場上比賽激烈 場邊的貴賓邀請賽也不遑多讓 蘇巧惠委員邀請到立院黨團好友 吳炳瑞 吳其名 鄭韻鵬 新北市議員陳世榮 與佳和有限電視董事長陳煥鵬前來助陣 在主持人的慫恿下投籃三球不中 邀請立院雞排 紅麒香腸 立委吳炳瑞神仙士族 大家到底把運領雞排吃喔 所以我們要替他加油 這樣很奇怪 這樣大家會幫你加油不敬不敬 雞排到手了 場上比的激烈貴賓組認真投球 最後所有祭品由三球接中的 英哥國中籃球隊獲得 這次籃球賽報名成功 每組就能獲得發光籃球 各組前四名也加贈獎金 鼓勵運動 培養健康的休閒活動 中家新聞 吳沛山 英哥報導 這次先輸掉 小iness Studer 在趁美術AST